空调能帮助我们调节室内的温度 是现代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电器 它的普及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 那么空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现在的空调又有了什么新变化呢 空调的主要部件有三个 压缩机 冷凝器和蒸发器 制冷剂进入压缩机时 温度和压力都比较低 压缩机挤压制冷剂 它内部分子的距离越近 能量和温度就会变得越高 制冷剂离开压缩机 以高温高压的气体状态进入冷凝器 离开冷凝器时 自身温度已经下降 从气态转化为液态 随着空间变大 液体制冷剂受到的压力不断下降 于是开始气化 从周围吸走大量热量 蒸发器利用金属散热片 帮助制冷剂与周围的空气 交换热能 制冷剂在离开蒸发器时 已经变成了低温低压的气体 然后它又回到压缩机 开始下一轮循环 冷气通过空调的其他管道 被吹进室内 整个过程就算是完成了 现在的智能空调温控模式多种多样 既可以通过语音控制来调整温度 也可以智能调解 它可以通过内部PMV舒适控制技术 运用人体热平衡和心理学热感分析算法 综合判断室内温度 湿度 风速 热辐射指数 穿衣指数 运动指数 六个维度数据进行多维度调解 避免温差波动 为家人提供舒适和恒温环境 如今的空调已经达到了智能机器人的水平 它不仅能提供舒适的温度 也能随时报告天气 查股票 陪人闲聊 真正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空调的印象 它可以通过内置的升纹感控技术 记忆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偏好 当多人聚在一起时 就可以自动调节出风口 输送每个人喜欢的温度和风量 不需要动手操作 一切都能轻松搞定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连空调都变得如此善解人意 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好帮手 相信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科技产品 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